- 行車記錄機 - 行車記錄機 - 各位Lukin的粉絲大家好,我是Lukin行車記錄機的Jo - 歡迎來到行車記錄機的Jo - 這樣說的單元 - 其實想要讓你的機器擁有新的功能 - 不一定要買新的機器喔 - 欸Branda,你的機器買了多久 - 欸...大概一年吧 - 一年喔,其實你知道啊 -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讓你的機器大升級喔 - 真假的喔 - 真的,今天就是單元講的就是 - 韌體更新 - 那怎麼做韌體更新呢? - 其實它就好比像是 - 我們iOS 或是安卓手機系統的一個更新升級 - 只要你做了這個韌體更新之後 - 就可以讓你原有的機器 - 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使用 - 那今天呢,就是要來教大家 - 怎麼使用韌體更新 - 其實要下載韌體更新的朋友呢 - 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- 其實只要你們到我們的 - The Look in Taiwan的官方網站呢 - 然後你網架滑 - 就會看到有一個下載專區 - 這時候呢,我們只要輕輕的點進去 - 就可以找到你的機器的相對應的型號 - 那假設我們今天以F914電容版來做示範 - 我們只要點進去 - 它就會有一個連結 - 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上方 - 它會是一個點BIN的檔 - 這個就是你的韌體更新檔 -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下載下來 - 下載完成之後呢 - 放到我們的記憶卡裡面的根目錄 - 好,接下來呢 - 我們就請Brenda幫我們示範 - 我們要在機器上操作更新 - 我們要在機器上操作更新 - 我們在要更新機器之前 - 現在就是把鏡頭先接上 - 電源點接上 -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記憶卡放進去 - 記憶卡放進去之後呢 - 我們再按開B鍵 - 這邊的燈會開始閃 - 它在閃的時候就表示它在做更新 - 現在快閃了 - 它已經在讀取我們卡片裡面的BIN檔的資料了 - 那讀完之後呢 - 它機器就會自動開機 - 自動開機的時候就表示你已經更新完成囉 - 開機之後啊 - 它就會跳到這個畫面 - 就是要你刪除資料格式化記憶卡 - 那這邊你就按OK確認 - 先把你的記憶卡刪除乾淨 - 然後呢 - 你要確認你有沒有更新成功呢 - 我們有幾個方法 - 第一個當然就是可以連手機Wi-Fi - 那第二個我們也可以直接透過主機去看 - 首先這邊我們先按 - 上鍵 - 我們要先把Wi-Fi關閉 - 關閉之後其他的按鍵才可以做操作 - 然後我們再進來 - 進到每六頁 - 這邊 - 版本號你就可以看到你更新的版本 - 跟我們網站上面的版本是不是一樣的 - 如果是一樣的話就表示你更新成功囉 - 那各位有學會了怎麼更新你的機器的嗎 - 那我們要謝謝我們神秘的Brenda為我們做了一個這麼清楚的操作 - 那如果你還喜歡這個影片呢 - 麻煩在底下留言按讚訂閱加分享 - 還記得要按小鈴鐺喔 - 好 那我們行車紀錄器就這樣說 - 下期見 - 掰掰 - 掰掰